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錯 在這個時候長賽突然是出現了一些火藥味喔 我剛剛想要做4-6-3的雙殺 在一壘這邊沒有完成 但那麼一樣 順勢的把球傳回本壘 讓蔣尚鴻去抓到了帶跑的林姿瑋 現在有一點衝突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完成手臂動作之後的慶祝 讓樂天這邊是不太滿意 或者說有一些言語的交換 我們剛剛是沒有聽到 但看起來衝突的起始點 有可能是布里漢跟林姿瑋 等一下我們可能要透過畫面再確認一下 究竟這個火藥味是從哪裡來的 判斷是他會認為是來得及 那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張正宇傳給拿摩一樣之後 一壘手機是對於林姿瑋向三壘後續的動態 依舊有觀察 這次林姿瑋想要搶攻本壘的企圖 最後是失敗了 當然在衛泉這邊是非常的振奮 包括了布里漢跟拿摩一樣 都有一些慶祝動作出來 但似乎是布里漢朝著樂天休息室的喊聲 沒錯沒錯 那讓林姿瑋先有反應 認為說這個對方是不是有挑釁的意圖 對 可能是這樣發生這些衝突的 感覺上也是有這種動作出現 所以最終在竹城有出面 那裁判也出來控制的情況下 衝突是沒有擴大 八局上班結束 雙方明比零 試圖兩個人 試圖長 速球支援 這球打得紮實在chio 是一支安打 這邊先跑 因為馬上雷神是給界外 是 看我們也覺得是劍 這個洪御中總教練要挑戰 是是是 同學這球打得非常的扎實 這打得有夠強的喔 這個有粉有粉 是 這個因為剛剛是整個彈剛的那個休息室 全部的 以後砰的所有人都跳起來了 然後都比著這 這邊要來看 選辦委員最後的 所以是劍內 那最劍內的話就是一支安打 會帶有一分的打點 對 同學來一輪這球打得扎實 40安打 哇 換風哥忍不住了 這個抓狂 現在這個大場面就是大家所喜歡看的 人數直接衝過6000人了 對 這個這一個系列賽 陳大哥相當的 已經警告一次喔 他就直接趕出去 天啊 富邦 將二軍總教練陳進鋒給趕出場 這個判斷本身這種直覺也是很重要的 哇 肯特有一點點不開心 肯特認為自己已經進入到投球動作 那郭天信這時候喊暫停的時間也太晚了 不過主審其實最後是有受理的 當然肯特這個情緒性的反應也導致 但是在龍隊這邊休息室是有人衝出來啦 看來是三類招 喔 剛剛郭天信好像也往前走喔 對 郭天信這邊當然也聽到肯特講的話 認為說 這個是我可以請求的權利 對 那當然吳東龍這邊一定是跟他說 沒有沒有他可能是在罵主神 四旅上班突然心狀現場變得有點火藥味啊 好 肯特 聊一下 我覺得天信喊的時間時間其實 以整個投手的啟動動作來講太晚了 但是 主審其實也馬上就給了 肯特這邊講的就蠻清楚的 我已經要開始投球動作 為什麼你可以給這個暫停 教練這邊當然是希望捍衛自己的子弟兵 因為兩隊場上有對峙的情況 所以雙方都必須要給予警告一次 以上 我剛剛也聽到的是張展榮先生 在這個時候是宣告因為雙方有這個 在場上對峙 雖然說是沒有真的查槍走火 但是對兩隊的休息室要各提出一次警告 所以代表接下來如果還有這個火藥味的話 可能就要趕人 打擊輪到的吉利吉拉 這個球掃到了左半邊 看起來是該有機會挑戰大槍 沒有問題 這一棒 吉利吉拉 直接突破了艾斯特 連續抓到了19個出零數的狀態 最近無償比賽以來 第四發的全零打給了龍隊第一分 艾斯特被打的第一次安打就是長打 440英尺的飛行距離 一打到就知道我絕對會過大牆 今年球第的第19號 記得記得 在繞壘的過程當中 也把自己的情緒給宣洩出來 但是現在看起來兩邊是有點火藥味了 這個繞壘的聲音 可能艾斯特聽了覺得不勝愉快 對 現在雙方有點見馬努章 都來到了場上 今天真的也幫龍隊是吐了一口悶氣 夏總這次也趕快出來維持秩序 那也看到了魏雄隊的賈西教練 你已經出來要設下人牆喔 今年球季的第19轟出爐喔 繞過一壘之後 這邊應該都還算是蠻典型 記得要慶祝的方法 對 不過艾斯特這邊原來是被打拳打之後 其實應該也是有點情緒 對 最後才會有記得要這個動作 最後再通過三壘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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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位有出來喔 唉唷 現在是 怎麼了 有一點點紛爭喔 不過看到胡錦龍是在這邊做 是跟這個羅昂喔 沒有跟裡面的 跟董醫師這邊的洋將 洋將喔 陳洋文跟羅昂有一點紛爭啊 這是在先前啊 不知道到底在吵什麼 但我們說這個收音喔 不鼓勵喔 那胡錦龍是有來當 和事老 但他等到換局的時候 哇這個羅昂一度要衝出來喔 我們剛剛是 我們沒有預期到會這樣 不過因為兩邊沒有沒有 沒有進空啦喔 都被 自己的隊友給擋下來喔 好像很明義就一百六 想太多喔 很難的 結果要問 但是現在有爭議喔 高國會是 裁判自己就判了 但是呢 高國會是認為要問 現在就出來看 不過教恩主審是很明確的 因為主審沒有要問的關係啊 他有直接裁定的這個 裁量權啊 所以 這個抗議無效 在一個三陣喔 很高國會是反應蠻大的喔 對 他假如會認為說 你至少問一下伊雷神 可是剛剛主審 我們從收音 已經判了喔 對 對 這個動作表示說 主審他有裁量的決定權 不需要再去請示伊雷神 表示說他有確實有看到 對 其實這個動作還蠻明確的啦 就是主審已經認為你出棒 對 前面兩次的進攻 繳了白卷 被羅王給三千過一次 哇 這個球 如果要給的話真的蠻純的 對 三壘劉基鴻 二壘上是陳皮 他球一定會脫的比較低一些 像這樣子 哇 你好 他很好 唉唷 林志勝這邊 喔 要控制好 這邊主審給他一個警告 沒錯 真氣了 哇 這個會控制沒有問題 那我想應該會不會是第一球 當時這個外角 進來的時候主審說是好球 會讓林志勝比較不滿意 沒有可能喔 可是有可能 兩個人出局 B在 陳文潔的打擊 轉身做牽制 奧董 奧董被擋住了 卡住了 教練是認為對方是有卡住他回雷的路線 對 卡住了 防愛拋雷 完全卡住了 完全卡住了 連摸都沒有摸到 手完全沒有機會去摸一壘 來看最後電視輔助判決的一個結果 還是奧董沒有問題 維持原判 所以宋成瑞是遭到牽制出局 那現在駐總上來 會想要去抗議 因為他認為林一泉的腳是妨礙了 宋成瑞的回壘 那張展榮裁判也跟 衛助總教練來做解釋 對 但這個就是已經 從電視輔助判決的一個結果 戴培豐這一次王正順彌補回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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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手臂就很重要 哇 戴培豐那個頭盔都砸掉了 哇 戴培豐的頭盔 氣到要死了 滾得好遠啊 那這個範局愛理歐雷 雖然面臨到一二壘的危機 不過最後也是順利解釋 非常的讚賞 所以給他一個失誤 五人出局 一壘有人之後 要來去做犧牲短打的推進 不過剛剛這個球 給失誤是真的有 比較嚴苛一些啊 再來對打者也不太公平 哇 剛剛這一個短打 這個就是大家想要看的大場面啊 我總可以想說 你有沒有再仔細看 對 因為剛剛看到的是 蔡佳燕把球棒端出來 收得好像比較慢 那促琴一壘審問說有沒有出棒 是說沒有出棒 這邊紅走 霸王一壘審再來問主審 再來找主審 你主審可以直接說出棒啊 對 對 我可以知道紅走在氣什麼 對 因為剛剛這邊是沒有看到球 最終跟球棒是 在什麼樣的一個時機 他做手板 對 人家的警告 有 有 是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